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开了一百多次的记者会 我们和行政体系不断的诚情抗议 包括我们看到 环平是这样的蛮憨 黑手 我们最近也跟总统见了面 然后 我们在6月18号 听到他们的态度 还是不愿意异地建战 只能在原地做微调 这个完全不符合 保育的旨意 当天 中油公司自己秀出来的资料 大潭藻礁就是附近藻礁 藻类生态最好的地方 它就是最该被保育的地方 他们自己打了脸 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策案 我们环团真的是无奈 最后决定 我们一定要透过人民的力量来翻转 民间为了要抢救大潭藻礁 在过去已经依照三种不同的法律 文化资产保存法 海岸管理法 跟野生动物保护法 提出了三种不同保护区的申请案跟请愿案 那我们过去也针对大潭藻礁 就是相关的19个行政处分 提出了7组不同的行政征送 甚至也对今年3月 中油破坏藻礁的事 和伤害财三多杯孔珊瑚的事件 提出刑事告发 然后我们记者会也开了100多场 做了这么多事情 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办法撼动政府 所以这次我们要发起公投 要诉诸直接的民意 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民间的力量 然后聚集起来来转变政府错误的决策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呢 从生态保育的角度来讲 大潭藻礁它是历经7000多年 缓慢积累才形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生态系 台湾过去7000多年来 西寒爱的一个环境变迁的历史 就埋藏在这个地方 而且在全世界都很少看到 这么高纯度大面积的藻礁生态剂 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生态系 我们认为台湾作为一个海洋民主国家 应该要非常的珍惜我们的海洋资源 把这片珍贵的海岸继续保存下去 那第二个部分 从能源转型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些人世上都是非常支持 非核减煤的政策 我们期待要能够 国家能够好好的去实现非核减煤 现在核电核一厂已经除疫了 另外两座电厂也即将逐步的去迈入除疫的阶段 那核市场我们对它的了解 它不但还没有盖好 而且工程品质非常的恶劣 将来也不太可能很难 几乎没有办法 就是也不适合再继续盖下去 那因此我们希望天然气应该要盖在接收站 应该要盖在能够稳定供应的地方 而大潭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属于台湾海峡比较狭窄的地方 它的风浪非常的大 没有台风的时候 中游自己就发生工作船盾览三条 然后出现搁浅的一些状况 这个地方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它能够安全的运作 甚至中游自己的资料里面也说 台风天的时候他们的船要跑去凯北港躲台风 你如果台风天还要去别的地方躲台风 为什么不直接盖在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认为把天然气盖在这里 就能源安全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抉择 而且这样一个错误的抉择 过去庄秉杰老师的文章也有提到 如果要减霉的话 你把天然气接收站盖在这里 将来如果冬天空气需要大家需要减霉的时候 结果天然气船开不进来 那不就反而是制造空屋吗 所以我们觉得从空气屋 就是说改善空屋的角度 这里也是一个不适合的地方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 它也是不适合的 在政府的资料里面 大潭是属于海啸液烟的一个潜事范围 它是有海啸灾害风险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附近仅邻好几个工业区 有数百家的工厂 而且有很多是大量毒性化学物质进运作的一个地方 它如果发生意外 去波及到周边的工厂 那种连锁效应事实上是很危险的 我们认为从公共安全的角度 这里也是一个不适合的场子 那在国防安全的角度 这个地方 桃园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防 要固守的一个地方 它不但有机场交通 也是一个交通的要塞 然后又是海峡比较窄的地方 那过去其他国际专家也有评估说 若解放军要攻打台湾 桃园是一个很可能登陆的一个地点 但是过去我们有藻礁在保护我们 守护着我们 大面积的交体造成船舶非常难靠近 这附近是很容易船舶很容易搁浅的地方 可是你把这些保护我们国家的藻礁全部都挖走了 那将来对我们的国防自己去缴械自己除去我们的天然海防 那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也是不利的 那最后从文化保存文化多样性的角度 客家人口在我们国家至少四分之一左右 而过大部分我们想到客家文化都是三克文化 而只有桃园这里有海洋客家文化 藻礁就是我们海洋客家文化的根基 我们认为应该把它保护下来 不要让我们失去一种文化 那我们的公投主文是 你是否同意中游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迁离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 这个公投主文在法律性质上是一个重大政策的复决案 如果通过它会有一个政治效应 一个法律强制力 政治效应是透过选票 向民党当权政府展现公民的意志 让他们不再轻忽民意 回到他们最核心的考量 就是选票 第二个是法律上的强制力 依法总统或者是权责机关 必须要为了实现中游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迁离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 做出必要的处置 可是其实这个公投 其实在桃园就可以做了 但是在2018年公投法修法之后 我们的桃园市政府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修公投法 所以也就是说 发动地方公投比发动全国公投还要困难 所以就只好让藻礁这个议题 透过全国性的公投 能够让社会大众来公决 那么公投是明年的8月28号 第一阶段的时间有它的压迫性 必须要在6月底之前至少完成1900多份 所以环保团体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如果能够拼得过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应该没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最担心的 是这个中选会公投审议委员会公投审议小组 是不是真的很公平 因为在过去很多的公投案当中 都被无端的挡下来 那么这次的抢救藻礁公投议题 非常的清楚明显 我们希望黑手不要进到中选会 能够让第一阶段能够顺利通过 开启第二阶段 透过公投的听证的举办 逼政府把资讯揭露 也逼政府能够找到替代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